甚至你用VV來寫 好像比較快一點點 怎麼說呢? 第一個,人士芬蘭這個 一樣呢,我們一樣就是到哪裡呢? 到這個 我們一樣的名稱 按右鍵,插入個模組 這個都講過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是 再插入一個人士芬蘭的一個SUB 這個SUB裡面要寫什麼? 就剛剛跟各位講那個規則 以後的話,你如果要比如說哪個範圍東西 要輸出到另外一個範圍 如果你已經知道它哪一列 到哪一列的話 你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二列到第九列 假設 Enter兩下打個next 然後到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再一個for i 一個for j for j 有時候偷懶一下 先把它固執 然後這邊改一下 for j 等於第四到第七 有點像你先把那個範圍先界定跟他講 Enter兩下打個next 好,一個藍一個列 外面是列,裡面是藍 然後呢 這個輸出的位置就是Sales i列的追欄 Sales i追 等於什麼呢? 最大的關鍵在這裡 等於 你要取什麼? 資料 這個是放前面 前面的話是你要丟的位置 後面的話是從哪個地方取得資料 我要從哪個地方取得資料? 從這個 這個的話呢 應該怎麼稱呼它呢? 應該是 叫Sales 也是一個出征格 當然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第幾列 你就第二列 的第幾欄? B欄 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現在這樣輸出的話 怎麼樣? 全部都一樣 因為全部都B2 那所以怎麼樣呢? 這個2 應該 他第一次是2 那之後的話呢 就變向下一個加1 所以這個概念 剛之前我們寫一個什麼呢? 寫那個 樂透彩有沒有 好像不只樂透彩 別的地方也 很多地方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只要你的 那個資料是要下一個下一個的話 那其實你都可以用同一招 怎麼樣做呢? 就是1 先在這上面多一個K 等於 你初始值是2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把這邊改成K 但你現在輸出每個都2了 怎麼辦呢? 請你在這下面一行 Enter 輸入什麼了? K 等於 K 加1 比較好 那我們就寫完了 輸出 這樣的寫法 就等於是 第一步用Index做的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感覺跟Index 運作的流程是 Index還加Column跟Rub OK 寫出來 再來的話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做出這個 剛剛那個MID的 一樣的結果 其實也可以啊 MID我們是什麼? 下公式 用MID 所以這邊其實在VBA也叫MID 所以你可以打個MID 錢瓜糊 資料給他 OK 後面的話呢 我們逗點 第幾個字開始 LEN 有沒有 去抓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 這個怎麼稱呼他 這個是Sales 第幾個字 第幾列呢? 第一列 第幾欄呢? 我們一般就是第4欄好了 或者D欄也可以 可是問題 我們 這個4 5 6 7 是不是都會跟著追這個數字變動 所以特別追哦 你乾脆直接這邊打J就可以了 有沒有 他D 抓D欄的時候就D 然后抓一栏的话,就是5,6,7 那前面这个的话,你就维持1就好 为什么?因为有点像锁起来的 刚刚我们是加前的幅 前的幅就有点像固定是第一列的意思 然后后面的话,加2就好了 后面两个字 斗点,怎么呢? next,这边会显示,几个字 99就好了 好,程式又写好了 写好之后的话,把它执行 OK了 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然后呢,当然最后啦 我们是多一个栏宽自动调整 本来我们栏宽很宽 如果你要栏宽,这四个栏位 快点两下这个动作 假如说你要用VBA写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就在最后NAS Andersive的上面跟NAS上面 跟他讲说 我要用什么?Column C-O-L-U-N-S Column指的是哪一个栏? 刮胡刀胡双影号D 冒号到哪一栏? D E F 区 到区栏 就D冒号区 后面你加一个点什么? 点Auto Auto Fit FIT就可以了 OK 意思就是自动调整栏 就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你资料跑完把它清除掉 跑完之后再加这一行 这个还没跑 F8 自动调整 针对什么? 针对D E F 区 做自动调整栏宽 OK 那以后的话 反正这还蛮万用的 因为以后 你做好资料之后 那个栏宽可能都要 适度调整一下 那 以前都要手动 可是每次要手动 一直很麻烦 你干脆最后在这一个 程式下方写一行 那不就OK了吧 最后的话呢 当然 我们如果写完之后的话 那底下清除 清除我是用Range Range D2到G9 后面加一个点 Clear Content Clear 内容 OK 那就一个清除 就写完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好像 如果用VBA来写这个程式 其实说 写熟了之后 反而我会觉得 蛮建议你干脆写VBA算 而且很多地方 尤其是处理更复杂的资料的时候 就是你最后会 用以色列的函数网 真的会有力不从心 力有未代的感觉 哇 实在是太难处理了 反而最后干脆你用VBA来写 真的有时候反而 这事情变简单了 OK 这里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简单的 而且这个资料还不算复杂 复杂的东西太多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部分 改写成VBA看看 OK 画面呢 再还减多 尽量你用理解的 不要死费 因为我 等一下我意思吗 我要取得资源 我要取得资料 摆在后面 我要放的位置 放前面 所以我需要一个 for I for J 组合出来 变成一个Sales的ID的随览 就是我要放资料的地方 它其实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表格 后面的话就一个一个 有点像一个一个的帮你把资料放进去 OK 那不就可以达到 我们要分割资料的目的 这一招其实还蛮万用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从这边 把资料放到另外一边 而且放在不同栏的话 其实用这一招就还蛮万用的 我试一下